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长要得只应伤 翩翩轻易伤 一道清茶初相识 喊笑地烧衣风不散 二道清茶一缠点 我留苦涩群流香 三道清茶情不尽 海角天涯不能忘 相识容易相知难 留得余香空柔凉 后� 一道清茶 那他人呢 他人呢 他不会有事 他不会有事的 呼他 他怎么办 这是 你怎么办 漂亮 是啊 行礼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一拜 等一等 怎么了 谁呀 不知道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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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的故事慢慢再说 现在我先要揭穿一个人的假面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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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骗人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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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冯小姐 有什么话想说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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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这样 老爷 爹 娘 真的是你呀 娘 天吴 娘 娘 我想你 娘 大侠 家宝 老爷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可以告诉我了吧 实际是这样的 老吴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老吴 有什么事吗 二少奶奶 老吴 你这是 二少奶奶 如今 只有你能救出老爷了 老吴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都打点好了 我把我三十多年来 省吃剑用的一大笔积蓄 给了我那个在牢里当差的亲戚 我和他商量好了 老吴 快起来 有什么事情 我们起来慢慢说好吗 你先听我说 二少奶奶 我老吴 进赵家三十多年了 我从年轻的时候 就跟着老爷 老爷他 那儿 你真是 那儿 他 你就是 我老爺 你 支出我 我愿意用我的性命 报老爷的周全 明天 就让我替老爷上断头腿 二少奶奶 全家上上下下 只有你能帮我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不 老吴 我不能答应你 我不能答应你 我承认 我也很想救爹 但是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去做爹的性命 不要说是我 就是爹在的话 他也不会答应你的 我正因为知道老爷绝不会答应的 所以我才求你二少奶奶 二少奶 这件事事关重大 你千万不能透露主角 万一透露一点风声的话 恐怕要祸及全朝家的 二少奶奶 赵家 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求你了 二少奶奶 你就帮我吧 你就让我替老爷去死吧 你就让我为赵家做最后一件事吧 不承讨你了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你怕不还不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拉罗 你就帮我吧 二少奶奶 你一定要答应我 答应我 他们来了 你想好了 真的决定这么做了 那好吧 随我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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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大哥 我爹是不是病了 他不是病了 只是昏睡而已 昏睡 对 为了怕他不肯离开 会拖延时间 我和老吴商议过后 决定弄点蒙寒药 让赵老爷扶下 睡上几个时辰 等他醒来之后 一切已成定局 到时候赵老爷 不愿意也得愿意 不答应也得答应吧 让你们费心了 好了 别说这么多了 得尽快让老吴 和赵老爷的衣服 互换过来 知道了 不愿意 这件事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你放心吧 我和我的兄弟 都安排好了 可是 如果真的 艳明身份的话 我们能瞒得过去吗 这一点 我们也都商量过了 老吴说 他会有办法的 老吴有什么办法 他出来了 你自己问他吧 老吴 二爽奶奶 你看 我这一宣语 除了这张脸以外 其他方面 都想老爷吧 老吴 如果真的艳明身份 我们能瞒天过海 二爽奶奶 你放心吧 只要不让他们 认出我这张脸 不是老爷就行了 我有办法 让他们识别不清的 老吴 你想怎么做 这一点 您就甭担心了 老吴 进去吧 好 走吧 等一等 好 两位官差大哥 外面有一辆马车 麻烦你们 把我爹先安顿在车上 我想再跟老吴说两句 好吧 别说太久 好 谢谢你们 走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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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来 二寗奶奶 你无论如何 要想办法 把老爷安全送离明月镇 你放心吧老母 爹的事情我会安排妥当 你放心吧老母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 明天 过了明天 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了 老妩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呢 没有 救出老爷是我最大的心愿 不过 我走后 家里就剩下我那可怜的老伴了 你千万别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我骗得说 我到外面去谋差事 这一去 要 要一年半载的 二少奶奶 你有空 就替我去看看她吧 她也是个可怜的人哪 我 我推不住她呀 老妩 老妩你放心 大娘就交给我 只要有我在 就算我再苦 也不会少了大娘一口饭吃 二少奶奶 我谢谢你了 不 老妩 应该是我谢谢你 谢谢你 老妩 二少奶奶 你起来 快起来 二少奶奶 老妩 二少奶奶起来呀 你快起来 二少奶奶 老妩 我代表张家伤伤伤伤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的大安大德 二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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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吧 二少奶奶 快走吧 老妩 谢谢你 你快走吧 谢谢你 谢谢你 老爷 你要多保重啊 老爸 我再也不能陪伴你了 你要原谅我呀 你要原谅我呀 二少奶奶 老爷在车里面呢 刘伯 我把爹全拜托给你了 放心吧 老吴是我的生死之交 他托我办的事情 我一定会办妥当的 我会在乡下 好好地安置赵老爷的 能用得上我 那是我的荣幸 也是我的福气啊 麻烦你 刘伯 这封信 等爹醒了以后 你务必要给他看 要说到我权单上面写的 一清二楚 还有 如果爹真的要回明月镇 你一定要拦住他 不能让他回来 知道吗 我回给他 好 刘伯 这袋银子您收下 今后的衣食住行 全靠您打电 还有 每一个月 我会派人给您送银子去的 没有什么万不得已的事情 能不联系就别联系 别让人发现了 我知道了 快走 给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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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一定要好好保重 驾 将来 您再回来跟我们好好团聚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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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你 我醒来以后 老刘把一切的经过都告诉我 我赵如海这辈子没有亏欠过任何人 我怎么能忍受老吴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我恨不得一头跑回明月镇来 老刘拉住 把一切要他给我的信交给我 看完了信 我冷静下来 我知道我不能太冲动 否则会连累更多的人 老吴的牺牲也会毫无意义 不得了 于是我就打消了念头 决心忍住伤痛隐身在乡间里 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才敢现身 回来见你 乡下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老刘对我的照顾无为不至 生活上没有问题 倒是你们 我几次偷偷地回明月镇打听你们 才知道赵家全都变了样 看来我是错怪玉琪了 玉琪 佳生和家宝他们今天太高兴了 一直哄到刚刚才睡着呢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是觉得 对 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玉琪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在重逢 也许是天意在考验我们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你不在的时候 我的心要多痛 我难过得想放弃我自己 去陪伴你 是因为你 每当我想到你是那么坚强的时候 我就有再活下去的勇气跟念头 天宇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有你的存在 所以我才会这么坚强地活下来 天宇 天宇 我想问你 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天宇 有一天 我不再是一个健全的人 你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啊 还会像现在这样照顾我吗 我愿意 我真的愿意 我愿意握着你的手 陪你走完我们的下半辈子 天宇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问的什么问题 我只是随便问一问 你老是问这种傻问题 你说这什么傻话吗 是啊 天宇 我发现 有的时候我经常喜欢说一些傻话 天宇 是不是有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我很傻 你怎么不说话 你不说话 我就知道 你一定认为我很傻 对不对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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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天宇 你说话呀 我没事 我只是今天太高兴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累 你累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去帮你铺被子 早点休息好不好 我打盆水给你洗洗脸吧 爸 你怎么知道 我肯定是冰了 我不是离得了 来 娘 娘 外面有人放烟花 家宝 家室 外面有人放烟花 可好看了 是吗 是啊 外面好多人在放烟花 我们去看吧 好 我们一起去 可是天语 你刚刚不是说 走吧 走吧 我们去看烟花 娘 一起去吧 去吧 走 你看 多漂亮啊 不对啊 爹 娘 你们看哪 这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从来没见过 有这么漂亮的烟花 我们赵家人 现在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团聚了 娘 你瞧那个多漂亮 真好看啊 是啊 好亮啊 真的很好 真好看啊 是啊 爹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你说 过两天我想带玉琪去上海 去上海做什么 爹 我已经知道她眼睛看不见的事了 她的眼睛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 上海的地方大 医院多 刘洋的医生也多 我想带她去上海接受治疗 我也正在琢磨这件事 可您想一想 你还得应付跟松原的比赛 当然 医治玉琪眼睛的事是刻不容缓的 可是我担心你应付不来 爹 玉琪的眼睛一天没医好 我的心就一天不踏实 我怎么能够专心比赛呢 要不这样吧 让天灵陪她二嫂去 你觉得怎么样 爹 我还是不放心天灵陪她去 您还是让我去吧 列宇 你 好好安 天宇 喝茶吧 你听见了 刚才我跟爹说的话 你听见了 锦鱼 请你不要怪我 我真的不想让你给我上戏 与其 怎么到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 我们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我相信这一次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明天我就带你到上海 找最好的大夫替你医治你的眼睛 千语 你听我说 我同意爹的经文 你跟宋元去比赛 现在不仅仅是为了赵家跟宣和查庄 最关键的 是为了重振查庄的荣誉 这是你的责任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如果我不去上海治眼睛 你不会有心情好好地去比赛 所以 让天灵陪我去上海 可是玉琪 天语 我不想因为我 让别人说你只顾儿女情长 我不想背负那么大的负担 你知道吗 况且有天灵陪我去 你应该会放心吧 好吧 那我去跟爹说 明天让天灵陪你去上海 嗯 请进 二少奶奶 小姐有事想见你 二少奶奶 你小心点啊 慢点 娘 您找我有事啊 慧莲 这儿没你的事了 你下去吧 是 小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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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这是干什么 对不起 玉琪 我真是太糊涂了 活了一把年纪 竟分不清 谁对我真心实意 谁对我虚情假意 啊 娘 您不要这样 媳妇担当不起啊 玉琪 你救了老爷的命 是我们赵家天大的恩人 过去 我对你做了不少的措施 让你备受委屈 但你从不跟我计较 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下来 我 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 你可原谅我吧 娘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谁都不怪 快起来吧 天灵 秦辉你回来了 啊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在茶园啊 要处理些事情 哦 那处理完了吗 差不多了 是吗 什么事啊 我最近啊 在研制一种心肠 今天啊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真的啊 那以后我们家 全靠你了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最近家里出了那么多事 幸亏有你 你辛苦了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哎 对了 新颜呢 我怎么没见到她 她一直缠着婆婆 她今天晚上 就睡在那边了 哦 那你也早点睡吧 啊 kh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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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辉 我 我心里一直都明白 你对我跟星妍付出了很多 在别人眼里 我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但是以前我们都在作戏 但是庆辉 在这几年里 你已经成为 我跟星妍心目当中 不可缺少的人了 天灵 我 天灵 我 我爱你 天灵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在等你说这句话 我 我一直在等 天灵 来 小心小心 来 小心小心 来 小心台阶 好 天灵 一切就拜托你了 玉琪的眼睛看不见 你一定要多注意 多留神 二哥 你放心吧 有我照顾二嫂 你别担心了 我去看一下行李 天宇 我也不是第一次到上海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玉琪 一有好消息 立刻让天宁通知我 知道吗 知道了 二少爷 行李都装好了 可以走了 好 我们也要走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千万要保重 我知道 二少爷 来小心 好 慢点 一定要照顾自己 嗯 车夫 可以走了 好嘞 放心吧 先生 有位姐姐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天宇 给你造成了那么多的加辩 我已无言在面对你 但有些话一定要对你说 否则我死也不能明目 首先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也许这迟来的道歉已微不足道 天宇 我错得太多太多 只是那些美好的岁月 转瞬成了回忆的碎片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今想来还是心疼 为了继续得到你的关爱 我隐瞒了我的双腿 早已康复的真情 我故意在渔州里多加了言 令玉琪蒙受冤屈 为了让你对她生艳 二姨清别恋 我又把她带去郊外 诅咒她 想逼迫她离开赵家 你凭什么要跟我姐夫在一起 就算是我姐姐死了 也轮不上你啊 结果害得她失足掉牙 天宇 我真的很爱你 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我曾经是那么羡慕姐姐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是提前结束生命 我也在所不惜 你知道吗 当我听见你说愿意娶我 我高兴得几夜合不上眼 如果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一辈子坐在轮椅上 我都心甘情愿 但眼见你失去预期 而痛苦地折磨自己 陷入悲伤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拒绝所有人的关心 整日用酒精麻醉自己 我才知道 我对你造成的伤害是那么深重 当我看见婚礼上 你和玉琦重逢后 那种恍如隔世的喜悦之情 我才真正意识到 它在你心里的分量 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 也许 我可以为自己生变 因为爱是最自私的 但爱也不能自私到 灭人沦丧天里的地步 面对玉琦的善良 贤惠和宽容 我发现自己是那么的 卑劣和渺小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无地自容 我输了 输给了玉琦 但我输得心服口服 因为面对玉琦 我现在才知道 我从来就没有赢的机会 天语 为了你 我失去了自己 一个以爱为名的借口 不足以令我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对不起姐姐 对不起你 对不起玉琦 更对不起伯母对我的疼爱 所以我选接了离开 去找寻姐姐祈求她的谅解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为了不辜负我 你和玉琦一定要白头偕老 二嫂 我们到上海了 是吗 来 小心抬金 慢点走啊 来 二嫂 你饿吗 我还真有点饿了 好 来 过来 我们先站到边上去 你在这儿别动 我到那边去买点东西 马上就回来 你千万别走啊 小心点儿 小心点儿 天宁 您要小心啊 好 千万别走啊 买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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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买包子 对 买包子 给我来 看 来 买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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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包子喽 二嫂 我想问你 你刚才看到这儿有个忙人没有 没有 没有看到 卖花嘞 小姐 你刚才看到这儿有个忙人没有啊 没有 谢谢 卖花嘞 卖花嘞 二嫂 二嫂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滚家 你们到底是谁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俩先出去 有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是 长得还真不错 放开我 不要碰我 既然都到这儿来了 你就应该明白 装什么贞洁烈女 我明白什么 这里到底是哪里 你还在装傻吗 好 那我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你听清了 这里 是男人循环作乐的地方 是妓院 是江南众所周知的千金楼 妓院 过去 你个瞎了眼的人 想往哪儿跑 就算我放了你 你也逃不出我的千金楼去 我求求你 你帮我走吧 我求求你 你 你还是不相信我 这 我真是千金难买的好茶呀 二少爷 二少爷您这是干什么 嗯 爹 快来呀 伽生被蛇咬了 怎么了 伽生 二哥 对不起 我把二嫂给弄丢了 哎 这才对了 能能能 这位大爷再喝一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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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天意 谁来揭开这秘密 谁安排的相遇 谁安排风铃 谁安排风铃 谁让该来的来 该去的去 该去的去 谁让一切 都遥悟痕迹 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 被回忆苦苦相逼 谁说离开就可以忘记 谁说距离能充当回忆 谁说距离能充当回忆 如果爱只是一场幻迹 总是说服不了自己 爱过 恨过 恨过 伤过 痛过 我愿是那个 忘情的人 不再为心所困 我愿是那个 无情的人 为自己 防留疾风 总是喝过 安静的水 你认识 夜夜相思 梦迷人 chosurr 6 7 8 7 100 10 2 感谢观看